檢調單位在這一陣子 專利來插招會散 但是在今天 卻有特有的部隊正面 在國民黨部隊正面的學部站 由議員創新店培董 是市民大聲來控制歷史恐怖 主要是在這幾個檢調已經身為民進黨的打手 在北河上沒有任何經濟之下就將這些正面創造 說他們來參與會散 正面臺美資金真相機在說 說他自己放在皮包裡面 8千塊都比無倫是要撇的錢 敢說他不可以去買菜嗎 剛議官議員創新店嚴正強調 以及市市檢調炒會散 但是一定要做到三件事 第一就是人民有免於他驚訝的自由 基礎炒會散的過程各進黨都要公平 最后市檢調炒案一定要有禁忌 不可以黑白聽市檢記就趁菜了 我說我丟臉五百塊 我說我都沒有幫你丟臉 不然我來負責你做好嗎 說這樣公平 說結局生人啦 我丟臉要跟你們比較黑 我要告那個給我告那個人 你平常會給我告 你沒這麼多氣你平常會給我告 太超過了太噴射了啦 比白色恐怖還恐怖 欸綠色恐怖啦 他們怕說他也不去投票 我說你給我拜託一下 你要出來投 讓民進就知道說我們不歡迎人家做完 說什麼民進就知道啦 法年是民進就在開的啦 我看法年是剩下門在開的啦 賞在開的 不是 法年是國民黨開的 但是這個檢察官和這個律師 都民進就知道 對啦 這個可以說這樣 這都民進就知道 對啊 三點訴求 第一點說 我們有 憲法 給我們的 管理 免疫恐懼的 潛力 第二點就說 我們要求 這個 警察 檢調單位 對民進黨的 處理都要公平 第三點就說 你要有政府 才來辦 事情 沒有政府 不要黑白 去等人抓人 那這後會一定說阿嬤說 早上做事做到一半的 沒有人紀廟被創造 沒有禁忌 又要他一直信任 沒有禁忌 又一直叫他愛信任接受賣票 他就真的不是要怎麼信任 但美主說 民進黨最好將 全部的部隊長都抓走 創意他怕輸得不通算 他一定會去做這樣減肌人 為自己來進出款業 西新新聞 準備行部隊長 蔡宏報道